到補習班上課 是很多學生下課後的日常 但台中後裏這件補習班 29歲的男老師卻遭家長指控 疑似不當猥褻8歲女童 事情就發生在12號下午 家長說當18歲女童 和正銘男老師進行一對一輔導 沒想到老師卻出現不當觸碰 女童媽媽說孩子有出生制止 甚至哭鬧 這時候男老師卻告訴女童 不要告訴父母 她會買素食補償她 下課後女童立刻向媽媽哭訴 家長質疑老師 男老師反駁是在玩 不小心碰到 這個說法引發家長不滿 決定到警察局備案 男老師透過律師堅決否認猥褻 跟反抗女童家長開口要求 三百萬元的和解金相當不合理 雙方各說各話 目前已經進入司法程序 有待調查 接著台中綜合報道